台湾气候变迁科学报告2017第一册 集合台湾46名科学家 回顾894篇文献完成 内容包含更新的观测资料 更多的模式资料 还有许多新的研究成果 发现过去百年来 台湾气温增加1.3度C 推估在最严重情况下 本世纪末将可能增温超过3度C 百年来的降雨量 虽没有明显改变 却可见干湿季节的差异越来越明显 推估未来雨季还可能会有更多雨 台湾周围海平面上升 且近年来的上升速率增加 本次报告新增台湾的季节变迁研究 发现过去50年来 夏季至少增加27.8天 冬季缩短29.7天 新增极端事件研究 推估在最严重情况下 台湾未来的极端高温 每年可能超过100天 极端降雨事件的雨量增加20% 干旱事件的强度比现在严重至少12% 台风带来的降雨强度增强超过20% 想知道更多了解更多 请看台湾气候变迁推估与调试知识平台网站